丁柔知道尹承善说不出抱歉的话 他做得很好 也不需要道歉 主动开口 你是不是太莽撞了 我虽然心里是喜悦的 也知道你在维护我 但 谁设下这出好戏尚不得知 一旦他们有后手 你莽撞的名上 算是传出去了 凡是如你的人都该死 我只是要了他一条膀子罢了 至于谁下的套子总会知道的 一绳扇扭过抬起丁柔的脸 同他额头相抵 莽撞有莽撞的好处 铁板一块的梁广 忠庸隐忍不适合 直冲直撞 没准会撞出个窟窿 我没有过多的筹码 同他们耍阴谋诡计 那我呢 以什么样子面对关键 本色 尹承扇嘴角翘起 她是最了解她的女人 别因为我让自己受委屈 小柔放开一些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嗯 丁柔搂住她的脖子 笑容飞扬 她不需要再隐藏自己了 该是什么样子 就可以什么样子 也许现代的丁柔可以回归了 一处环境优美的湖畔 一桩两层小楼 一张四角方桌 四人为座 小楼里静悄悄的 在桌上铺神的纸张上 四人中的两人写下了 数字不足为律 另一人面前的纸张空白 最后一人的纸张上写的是 如此不可轻视 在广州安家落户 使得丁柔忙得屯屯转 府邸是空的 在隐城扇道任前 按照惯例 重新修缮了一番 五金的院落 收拾得很齐整 后院有小溪 有湖水 凡是可以享受到的 一样不缺 丁柔并未改动 府邸的格局 重新安排了住处 将姨娘安排在 有花有草 位置最好的院落 她最近一时一刻 也离不开心买来的小红 有了小红的陪伴 她敢于向丁柔提出要求 也敢于说话了 当初为了能买下小红 她差一点给丁柔跪下 姨娘早些安置 有什么需要便同我说 丁柔辞别姨娘 小红屈膝相送 丁柔在出门前 目光扫过她 秦氏有缘分吗 又看到姨娘 不再急促不安 有小红还真不一样 这样也很好 恭送四奶奶 小红的声音清凉 丁柔笑了笑 你好声伺候姨娘 我不会亏待你的 是 四奶奶 丁柔漫步离去 小红聊开帘子 回到姨娘身边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四奶奶是个孝顺的 姨娘嘴唇动了动 水盈盈的毛子 露出一分的挣扎恐惧 她再蠢 也能明白 骆凤山的事情 绝不是偶然 丁柔连皇上的心思 都猜到算准 她害怕 却不敢同小红说起 骆凤山的事情 尹承扇交代过她 烂到肚子里 她叹息道 唉 她不仅孝顺 还很聪明 谁也比不过她 只是太太总是说 会急必伤 她没有一点顾忌 一旦四少爷 不好 她能将四少爷 怎么 小红递上茶盏 四奶奶总不会做 对不起四少爷的事 奴婢瞧着 四奶奶很重视四少爷 罢了 罢了 她喝了一口茶水 拉着小红的手盯住 我初见你 就像是看到我当初 你也是个孝顺懂事的 我将来不会亏待你 对四奶奶 你得尊敬着 千万别得罪了她 看我生了四少爷的份上 只要四少爷守着她 她会给我几分脸面 但你 小红啊 我不想害了你 记得 远着她一些 瞧您说的 奴婢心里 只认您 四奶奶身边 一堆的妈妈丫头跟着 奴婢是您的人 不用伺候四奶奶的 这就好 这就好 丁柔回到正房 坐在临窗的躺椅上 从旁边的桌子上 拿出账本盒算看 一座府底支撑起来 光凭他们带来的这些人 是不够用的 她到达第二日 便采买了几名丫头小丝 想也知道 敢于当街试探隐成善 这些人中 自然也会有派过来的探子 丁柔没让他们牵下死器 小恩小惠养不熟 她从没指望着 用善良感动探子 她只是让其妈妈 教教他们 银府上独特的规矩 一条一条 全部列出来 犯了就罚 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 他们夫妻 真没什么可以打听的 四奶奶 小红塔 丁柔翻看着账本 屋子里 点着她最喜欢的 茉莉味道的新香 家具摆设 也都是按照她的喜好 安排放置 手翻了一页账本 丁柔说道 我瞧着 小红还是挺明白的 只是 她出现的时机 四少爷刚来到广州 该知道都知道了 这其中 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王妈妈攻身说 丁柔目光放在账本上 继续翻页 核算开支 一路上 虽然收了不少的礼物 移成 但每一处 也得礼商往来 总不能空手套白狼 核算下来 也是略有结余的 幸亏她在京城里 买了一堆的特产 四奶奶 消息 一定是走漏了 但不一定是小红 丁柔就没有相信过 当日街上的事情 是赶巧了 我不晓得 她是不是可信 但我敢保证 走漏咱们到广州 消息的人 绝对不是她 她伺候姨娘尽心 留着 倒也无妨 附上这么多双眼睛 姨娘又一刻离不开她 只要防着她 在吃食上动手脚 别的 也轮不到 姨娘身边的 大丫头出头 王妈妈松开眉头 姨娘身边的大丫头 能做的事情太少了 莫怪四奶奶 主动提出 给小红大丫头的月钱 四奶奶将她 绑在了姨娘身边 新进来的小丫头 姨娘性子柔顺 不耐烦人多 又怕不认识的靠近 原先带过来的妈妈 相安排给姨娘 等我教导好 新来的丫头的规矩 再放姨娘身边去 四奶奶 真是英明 丁柔放下了账本 同王妈妈相识一笑 王妈妈会议的说 行程也该来消息了吧 信件总比咱们走得快啊 不知小安阳郡主 什么时候出京 我受过郡主殿下的恩惠 他一旦来广州 我可得将 丁柔毛子里 赏过挂念 他不仅要好生招待 还得将广州地面给平定了 柳氏苦了大半辈子 不能再让什么人伤害他 京城到广州 路途遥远 又赶上天寒地冻的寒冬 太妃殿下 没准会将安阳郡主 留到明年开春在洞山 王妈妈掐指算了月份 京城有书信给四奶奶 蓝心挑开脸子进门 将几分书信送上 丁柔到广州当日 便让人送信给京城 他们平安到达 家书比他料想得还快 丁柔拆开书信 是太夫人亲自写的 丁柔眼里多了一分的暖意 等到看完书信 丁柔说道 最缺的人手快到了 是太夫人 嗯 祖母给我多排送了几房人 丁柔把书信看了又看 太夫人交代他 如何同官眷相处 如何安排宴会 还给了他最缺的人手 没让他带着离开京城 反而是随后指派过来 料想 正为没人可信发愁的隐城山 会感激他 也会感激太夫人 仙内住 不单单是管家教养子女 刘丫头 外出应酬 亦有玄机 多听 多看 细心 除了这些 祖母也没什么可教导你的了 切记 强刚一折 会急必伤 你不是一人 有事多同你丈夫商量 令 管场上应酬难免 广州又是赦迷富贵之地 青楼 青楼画坊 林立 你得区分清楚 什么是逢场作息 丁柔眼眶湿润 这些话 太夫人在他离开京城的时候没说 是怕自己听不进去 到了广州 见了复杂的状况 太夫人再说 他会多想几日 逢场作戏吗 可我真是不喜欢 这不是原则的错误 他总不会同尹成善为此事伴嘴 蓝心又说 苏奶奶 给广州命赴的请帖写好了 您看什么时候送出去 等我拜见梁广总督夫人之后再说 丁柔让蓝心将信件收好 他在没事的时候会再看看 他仔细看着印好的请帖 每一张都仔细看光 他起身坐在书案前 将请帖铺开 蓝心帮连墨 丁柔提笔 将亲自书写请柬 花纹独特的请柬 散发着淡淡的茉莉花香 上面留下几行清秀的字迹 好在 他随丁老太爷练字 要不写请柬字不好看 也会被人看不起 将请柬写好后 丁柔封好 送走之前 蓝心 你再看一遍 是否有不妥之处 务必小心 知道了 四奶奶 不是丁柔慎重 是尹丁善叮嘱他 开宴会 是探路 更是要寻找到突破口 尹丁善已经到知府衙门 处理公务 从他每晚回来时的脸色可看 他工作的不是很顺心 虽然他是广州知府 但衙门有一套既定的规矩 他想打破需要的是人脉 如今梁广总督去出走 广州官场都在评估年少成名的他 光凭着以往的名声 是不一定能打动人的 丁柔心想 希望他能在宴会上 看出点什么来 晚上回府的尹丞善 笑容有些勉强 丁柔也不多问 给他布菜 亲自伺候他书写 垂下的漫杖里 丁柔被他紧紧的抱在怀里 他不是有挫折就放弃的人 但谁也不是受了挫折 跟没事人似的 他又不是拿妻子出气的人 曾经意气风发的他 来了广州号 才明白 他能平步青云 有多少的侥幸 不是说他没能耐本事 而是官场的老狐狸 都是久经考验的 出社政坛的他 有些稚嫩 在京城时 我以为自己出类拔萃 算无遗漏 如今我才知道 没有陛下的维护 没有师父的关照 我断不会如此顺利 我以为这是历练 惊艳的必经之路 朝中老大人们 也不会从我一个小辈一般见识 丁柔听出他的赌气 王尔道 我以为这是传场 传场 尹丑扇抬起妻子笑脸 什么传场 丁柔眼里满是笑容 你才学经验 在官场上觉得寸步难小 他们也不都是从猛懂青色 走向手腕圆滑成熟 走向老毛深散的吗 当初他们受的委屈 未必比你少 总是有人说 千年的媳妇熬成婆 艳丑扇低笑 你是说刁难新任官员的传承 这么说 我还得感谢他们给我的历练 熬不出头的 大多敏于众人之中 丁柔靠着他 轻声问道 将来你也可以刁难后辈啊 其实不吃亏的 他心情大好 只要想到 让他如今滑不溜丢的老狐狸们 当初也曾被人刁难 隐声扇胸中郁闷之气 少了许多 你就这么确信 我将来有机会刁难后辈 丁柔翻了翻眼睛 仿佛他问了一个很白痴的问题 何远道 不同你说了 明日 我还得拜见老狐狸的夫人 小柔 你会不会 不会 我也得积累经验 放心吧 我不会受什么委屈 只要你晚 我就晚 梁广总督府门口 有两座重达千金的狮子 丁柔乘坐小轿路过时 暗自比较了一番 许是男狮同北狮不同 即便重量差不多 但男师少了一份猙獰气势 不过 威武仍在 他是来拜业总督夫人 自然 总督府不会开中门迎接他 不过 比几尹承扇被总督大人抛下 丁柔的待遇好很多 送上拜帖后 从东侧门进入了总督府 下了轿子 收拾旗掌 穿着宝兰褶子 头戴拆环的四驱妈妈走上来 唧唧道 见过丁夫人 丁柔轻笑点头 有劳妈妈啦 那名妇人笑容满面 又带有几分热情的 引着丁柔穿过抄手游廊 走到花厅 一路上 丁柔虽然目不斜视 但将总督府建筑 尽手眼底 总督府远远赶不上 世袭侯府奢华 来往的下人奴婢 虽然穿着整齐 但也不像是京城的 兄贵人家的奴婢穿金戴银 听说梁广总督有名的清廉 从西花厅的简洁大方的摆设 也可从中看出一二 丁柔一向认为 清廉不可能装上一辈子 总督大人二十为官 今年五十八岁 为官三十多年 从未听说过 他有贪污的风声 他同尹承扇 少年平步青云不同 虽然也参加过科举 但他的名次不高 在京城六部打杂 连汉林院都没资格进入 后来能外放做官 多亏岳家相邦 但也是从县衙的主部做起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着实不容易 总督夫人姓萧 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同李总督一见倾心 在众多求亲者中 挑选了李总督 当时萧家是反对的 但架不住他苦求 刚开始李总督是依靠他娘家 后来谁不称赞萧夫人 慧眼识珠 如果李总督有汉林院的经历 没准现在会成为革臣 冲顶也未尝不可能 不过总督官居一品 除了首府之外 总督的官职最高了 丁柔品查 脑子里总结着总督府的人员 李总督算是情深义重 一妻两妾标准配置 三儿两女也常见 但耐人寻味的是 三个儿子没有嫡子 全部都是一名妾室所生 两女中的一人 也是那名妾室所生 萧夫人在四十岁上 生下一名女儿 今年刚满十五 尚未婚配 都为总督府唯一的嫡女 自然是不愁嫁的 只是儿女的分布 丁柔将茶盏放在桌上 仿佛欣赏墙壁上的字画 那名妾室能生下儿女 萧夫人不应该是善度的 妾室应该得李总督喜欢 夫人道 奶奶道 丁柔听见动脚 连忙站起身 一五十多岁的夫人走进来 她穿着松香色半袖 外照夹衣 中间镶嵌着饱食的额抹 发迹一丝不乱 面色红润 身体风雨 她的眼角眉梢 虽然也有皱纹 但并不显老 笑着说 让丁夫人救后了 不敢 丁柔屈膝 萧夫人身后 跟着两名三巡左右的妇人 一人文静敦厚 一人妩媚生姿 但对萧夫人一如既往的恭敬 看打扮应该是儿媳 萧夫人说道 快起来吧 坐 丁柔礼数周到的向萧夫人身后的人行礼 才坐在了萧夫人对面 只听她笑着说 早就听说 尹大人的夫人是好的 今日一见 名不虚传 真真是佩服尹大人 哪里找得如此美人 丁柔 缅腾一笑 萧夫人过奖了 萧夫人熟识的说她 嗯 初来广州 可还习惯呢 毕竟从京城过来的 南边的气候 同京城不同 我随着老爷 走南闯北的 刚到广州时 也适应了一阵子 府邸重新修上过 气候上也还好 比京城潮湿一些 丁柔面带客气 赞道 总督大人在多处为官 夫人的见识自然不同于我 将来有不懂之处 还望夫人指正